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公司根本就是甲苑爆破 因為我們公會之前都送了很多裁決案都輸了 今年十月份一件 唯一讀今年十月份一件 我們是贏的 他就開始惡倒我們 譬如說要調動我們 連公會費戶價也在抠 更惡質的是 我們公會幹部都是男性 只有我一個女性 他就找我開刀 今天幫我解僱也就算了 把事情都鬧到我家裡去 還準備讓我家破人亡 這種惡質的資方 我們怎麼可以讓他這樣繼續幹下去呢 他現在還有小孩子還在念高中 即將要考大學了 公司在人事命花下來的隔天 又寄了雙掛號到他家裡去 打算把這個事情 繞到他家裡的人都知道 他被公司解雇 你說這種公司的這種做法 道不道德 非常一個惡質的手段跟手法 我正在這邊感觸非常深 我記得在九十六年 還是一樣 為了辛海瓦斯的勞資爭議 當時為的是誰 林子文朝霧女士 大家記得嗎 為了林子文大哥勞資爭議 當時也是為了辛海瓦斯的 所謂的這個我們講年終獎金的這一塊呢 我們也在這個地方 為了林子文大哥的勞資爭議 我們還記得 還在對著清北市政府 勞工處喊話 對著辛海瓦斯的資方喊話 這個公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負的工人 而且最近大家更可以看到 台灣的資本家是囂張到可以要 總統候選人面世的人 面對95%的人民 他不會向人民低頭 結果是向財團低頭 今天台灣才會惡行惡狀的去砍我們的工人 對不對 我自己的公運經驗沒有在場的前輩那麼久 但是我還記得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我聲援的第一個被解僱的工業幹部就是林子文 當時他就是被辛海瓦斯解僱 那到後來我們開始我跟林子文我們合作的全關嘛 我覺得在近年來的公運抗爭 就是一個官場的抗爭 第二個最多最多的就是工會幹部被解僱的抗爭 不同的工會不同的幹部被解僱 那都非常清楚就是說這些幹部站出來 為了這個工廠的工人 為了工會來爭取工人更好的利益 那資本來做什麼呢 資本就是我把你砍掉 我把你調職 你不同意調職 我就用你礦質三次把你解僱嘛 或是我在你工作過程裡面 我找非常多的小毛病 我來盡情警告 我來用很多東西把你解僱掉 解僱掉一個作用就是我要解僱位 另外一個作用就是讓所有看著工會幹部被解僱的工人 不敢加入工會 讓其他的工會看說有多少工會幹部被解僱了 你們還要出來抗爭嗎 但是這麼多年的經驗 讓我們知道如果工人不站出來抗爭 你永遠就是被資本踩在腳底下 聽話的工人不會有好的條件 只有抗爭的工人才可以替自己爭取更好的條件 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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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新海瓦斯工會來承請這個部分 就是主要有三個訴求 第一個認定這個解僱行為是非法解僱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新北市政府 在元月交尼市這個調解案 就是在調解期間去對它 就是做礦質的這個處分 我們已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八條 裁法新海瓦斯工事二十萬元在案 那第二個訴 那我們也認為這個是一個非法解僱 那第二個有關加強勞減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即日起會依照工會的訴求 會去做一個勞減 那第三個 今天被未來的一個訴求 是針對希望就是加重裁法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針對 持續違法的行為 當然也會去做一個加重裁法的一個動作 勞工期這邊也都積極處理了 包括我們也依照這個勞資爭議處理法 我們也採取二十萬了 然後針對這個我們公司違法 來那個解僱這個我們公衛幹部 我想這個我們會協助我們公衛這邊來幫忙 像勞動部來爭取那個不動勞動的一個採決 然後在這個期間我們會啟動我們這個協助 我們這個公衛幹部在這個 訴訟期間 採取期間的一些生活會跟律師的一個補助 那當然我們會盡速 請我們的勞減員去對公司做啟動勞減 如果公司有違法 我們一定會加重來處分 我想我們是正在勞工一場 我們會來這個有關公衛這個訴求 我們會來繼續處理